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拿这个有报纸的那个那个人拿着一份报纸拍照 这时候证明这是真的我 我活着 1995年9月8号 他被这个邻居发现死在这个加州 好像一个什么城市 叫罗切斯特大道的公寓里头 就是LA就在我读书那个学校UCLA的前面 他一条直路叫Westwood 一条横路叫洛切斯特 就在这个学校前面的这个路口 我那个时候呢 我在这早几年 整天在那里停车 所以那段路熟得不得了 没见到他 我也许见的都不知道 我后来碰到张措 张措是南加大的一个教授 三个人智商委员会撒他骨灰的就有张措 我跟张措说 我那个时候常停车 他那时候住在这里 真是不可思议 他说子龙啊 你就算见到他 你也不认识他 对 就刚才呢 他说他那个老年啊 他说是美国人说 就是back lady 就是说他后来一直穿 那个大陆生产的 两块九毛九的硬塑料拖鞋 走在超级市场门口 就是美国这样的老太啊 当时就是说 他就算跌倒了 你也不敢去扶的 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你刚才把9月8号 这一天是发现的 还是他死的日子啊 发现吧 好像是发现 那至少已经有三五天了 现在一般公认说 他他死的时候到发现 中间有好几天嘛 而且9月8号正是个中秋节 就说这个人呢 而且你知道他当时走啊 他新中国1949年 他留下来了 但是后来又突然跑了 到了美国最后 先到香港 先到香港 就是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啊 张爱玲还参加了 就他们说周围都是人民装 是不是列宁装啊 叫什么都是人民装 就他还穿着旗袍 你看我看到有个评论 就是说啊 文学史上很多流亡作家 比如说是什么索尔人尼琴啊 米兰昆德拉呀 说这些作家 你都感觉好像是寻求什么自由啊 还是什么什么正义啊 他说张爱玲很有意思 猜测之一是什么 就突然他消失了 后来他弟弟就回忆 就说哎呀发现他走了 走了就他就哭 他就想起他姐姐 有一次跟他说 说这个都穿人民装啊 这我可受不了的 就是说 这是张爱玲当时敏感的观察到 整个社会都穿一个衣服 他觉得他不能穿这个衣服 就说他有可能是因为 但是人家有人说啊 一夜之秋 这就是作家这种特有的形象的敏感 他当然这句话是有象征意义 但是张爱玲的高妙的地方 就是他的象征啊 从来又具体又象征 没错 他年轻早年写作之前的一句名句嘛 生活是一袭华丽的袍 长满了狮子 就是长满了这种的跳蚤这样的小虫 那这是象征吧 代表了他早期的创作吧 等到我们刚才讲 在洛杉矶最后几年 他就不断的搬家啊 变成了现实了 他说他有虫 他说他头发有虫 衣服有虫 不是开玩笑啊 他就很频繁的搬 每到一个地方 就叫别人来帮他打虫 就是为了这个虫到处搬 最后那个Westwood的那个地方 已经算比较好 之前他住的什么地方啊 北好莱坞的Motel都住啊 我后来看到他那个 最后的华丽那个书啊 因为我在那里生活过 我才发现张爱玲 我们当时啊 就在他住的 不到几百米的地方 我们在开一个讨论课 刘凡主持 郑书生来讲 所有现在一些有名的 很多的学者 当时都是这个讨论课 我们想象的 张爱玲隐居 我们想象他隐居在比华丽山 想象他隐居在Sandy Monica Beach 没想到他住在这么苦的地方 真是 所以后来啊 这个华丽的袍 长满了狮子 变成了一个巨像 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事情 这真是 而且一语成衬 对吧 他就说他每个月 两百美元呢 买那个杀虫剂 对 他就自己描述啊 他说我最后生活 就是上午搬家 下午看病 晚上经常搭不到公车 就是搬家之频繁 说一发现有跳蚤 对 他就是一发现有跳蚤 他就搬家 他说这是一种洁癖 其实就是绝不能容忍这个小虫 我觉得不仅 对 LA没有这种小虫 基本上没有 哪有那么多的跳蚤 这是幻觉嘛 不可能去哪里都出来嘛 所以呢 他是传奇嘛 我们说 我记得十多年前吧 时间好快 紫东在大学有主持一个关于张爱玲的研讨会什么 那其中一场呢 是请曾经见过张爱玲的人来讲 张爱玲什么样子 其中一位嘉宾是李欧凡嘛 李教授嘛 当时曾经有一次 张爱玲去一个大学参加研讨会 他很小去的 后来给面子 好像给面子杀志青吧 还是什么 那李欧凡是那个留学生 负责去接他 然后他就描述他 怎么样敲他门 怎么样陪着张爱玲 从他住的宿舍走路去会场 然后每个人听得如痴如醉 李欧凡一讲完 每个人过去都摸下李欧凡的手 当年这是他摸过张爱玲的手 那只有我最坏 我还偷偷问李欧凡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什么 暧昧浪漫张爱玲 因为他说了张爱玲 如何的美 如何的吸引 那时候李欧凡也年轻 年轻人爱守女 天经地义 今天这可是大八卦揭露了 李欧凡跟张爱玲晚上 不是晚上 晚上晚上 晚年有点什么瓜葛吗 没有晚年 我说当时张爱玲还不算晚年 中老年 可是那时候李欧凡是年轻 是年轻的读博士班的学生 他去接他 接他这样子 反正那个那个 现在还有几个人见过张爱玲 我看不超过 白先勇呢 在台湾呢 跟张爱玲吃过顿饭 张爱玲在台湾 一共待过二十几天 白先勇这顿饭呢 我在不同的场合听他回忆过三四次了 就是说 怎么怎么怎么崇拜 当然了 刚刚去 前几年去世的夏志青呢 是跟张爱玲通信通了几十年的 按我们的分析 因为夏志青最近的情史很热 你知道夏志青的太太啊 在明报月刊啊 把夏志青的情史全透出来了 真的 跟陈若曦 跟聂华林 不是聂华林 跟余黎华 讲错对不起 余黎华 余黎华 很多女作家嘛 那个那个 但是他们就说 夏志青其实是 至少是爱慕张爱玲 但他不敢有什么 这算是一种多情种子 我就是来我们岭南开会那次嘛 他夏志青很激动的说 说张爱玲啊 一辈子就被两个男的 这个这个这个坏了 就一个是湖南城 一个是赖亚 我们当时对湖南城我们理解 那赖亚这有啥问题呢 对不对 但是从他那么激愤的表情 我看得出 夏志青对他是 有一点这种 吃醋了 对 就是说爱慕啊 我们这样来说 赖亚就那老外呗 对对对 那老外比他大很多 那老外到底是个什么人 是一个 好像还有点 左派知识分子 对 对 是布莱西特的朋友 他跟张爱玲好的时候 张爱玲三十出头 他已经五六十岁了 他也没有钱 这张爱玲这个 这个很不可思议 而且张爱玲跟他 好了没多久啊 这老头就病倒了 张爱玲后来帮香港 写剧本赚钱 就是为了给那个老外看病 养这个老头 养这个外父老头 我这个是受了夏志青的影响 受了马家辉的影响 那一段就是 我觉得是张爱玲 最快乐的时间 因为我们照顾身边的伴侣 不管是男照顾女 女照顾男 人生命没有办法 无奈无偿 可是他跟这个作家 第一个 既去相投 两个人对于文学 艺术戏剧 对得上话 而且没有那个 没有顾虑啊 他没有说像湖南城 很多女人走弄又弄 我觉得还可以 你举手啊 但是 因为赖亚是非常左派的 他相信国际共运的 张爱玲基本上 在政治立场上是保守的 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 是排供的 所以他们两个人 你说在政治上 或者是文学的大倾向上 有共同语言 这也是匪夷措施 没有 意见可以不一样 立场可以不一样 可是大家会去讨论这个东西 那个诈值观 就是说OK 我们怎么样为了 那个人类的好社会 追求一个正义的社会 我觉得因为 看他们之间的性 预计 奈亚的预计 有部分出来 然后不管怎么样 张爱玲是宽着的 我去 是吗 对 赚钱来 我觉得不然你用他 你记不记得 好像是张爱玲自己写的那段 我一直记得很深 就说这个 他跟赖亚还怀了孩子 后来还 打胎 打胎 打胎什么 是把医生叫到家里 还是怎么着 自己打胎 哎呦 打的那叫惨 那赖亚好像在旁边也无所作为 小团圆里写成那个小 小孩还弄到马桶 从此 我个人的感觉 对 就是还是张爱玲在温州 跟湖南城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他跟湖南城分开 他这辈子 这花就谢了 后来包括桑胡啊 包括奈亚啊 这都是 所以张爱玲这个人 真是非常非常奇怪 他在小说里 把爱情看得这么透 而且男女之间都说 看得非常透啊 很全如啊 很多人啊 他自己的妈妈 也是胡说的男朋友啊 可张爱玲自己本身啊 就是一辈子一个人 就是钟情 就是一下子栽进去 一辈子没拔出来过 是吗 就是这样 你怎么看 我的意见真的不一样 因为他当时跟胡南城爱得那么深 离开当然是非常伤痛 可是我还是说 看回张爱玲的文章 纳亚的预计 他们的通信 后来的的确有一段蛮快乐的时光 我们不能用一个人为了对方 很辛苦的赚钱 打胎等等 来推翻他们之间那一段快乐的事情 而且张爱玲当然他的性格嘛 像我们刚刚说完夏季青 对吧 你看夏季青对他恩仲如山啊 推荐发表文章找工作等等 夏季青去他住的城市 他就不见他 为什么呢 就是这样不冷嘛 他就是冷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因为我想讲回爱情 因为张爱玲把爱情所谓的看得通透 可是有一个部分不表示他看不到 可能他不愿意做 是什么呢 爱情这种东西的本质啊 是说你不能只用看 你用投入的 爱情是一种东西 你付出越多 你真的投入越多 他回报给你越多 那张爱玲因为他可能种种很冷的性格 比方说他小时候被他扒 被他后母 被他妈甚至冷暴力 热暴力 什么暴力都来了 他怕 你看到他detached恐惧嘛 所以他不投入嘛 包括他跟张爱玲的 跟湖南城的恋爱 你看到他是观察 总是要观察 观察湖南城 观察湖南城跟其他女人 那爱情当然没办法给他回报 我觉得后来在美国 他跟奈亚 他真的住在一起 能够投入了 哎呀 我跟你这么说 我 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说什么来 我是说啊 我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女朋友 当然这女朋友跟张爱玲完全是两码事呢 但是恰好能把你们俩说的啊 跟合起来 你知道有时候 因为他跟湖南城是初恋 你知道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女朋友啊 她是怎么样啊 对 她实际上又是很不相信爱情 或者她一直在怀疑 或者她一直都看得很透 或者她一直啊 我就给她起外号 就南海真寻啊 就是那呀 见缝插针 她是看到了所有不干不干不尬的地方 可是你知道吗 还是投入 当她在这个 她是两个状态可以同时存在 只是当时已枉然 她这个小小姑娘啊 你以为她是一直就抱着一句不安的态度 可是实际上她早已经跳进了爱河 对 你知道吗 她的心里 她这种矛盾能理解吗 就是她一直在看着你 这个讲得很透 但是她实际上 她跟湖南城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她全部都进去了 所以她才看得那么透 才那么较真 那这甚至爱你 她到后来 她再跟桑虎啊 再跟赖亚啊 那就宽容了 就是曾经沧海难为谁 但男人的东西 她都明白了 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种女人 我觉得是苍凉的 或者叫悲观底色的 或者叫什么老灵魂 你知道吗 就是说她越爱你啊 她越能看出你这个男人身上的蛛丝马迹 你那些个马脚 你那些漏洞 这是很有 她甚至对你越用心啊 她这眼睛啊 越火眼金睛 她会不会是这么一个矛盾的状态 那我们邀请南海真神 在枪枪三人行的微博 写一下回忆录 南海真神现在已经架了南海游神 搞能源的了 我相信我跟嘉辉刚才讲的 我们对爱情的这个定义啊 理解其实还都是有些不一样的 所以在生活的层面上 我同意你讲的 她后来赖亚给了她一个很安稳的 很可靠的一个 但是在感情上啊 我觉得就一个人一生是一个能量固定的 他付出到那样啊 他就没办法 你只要看好 他后来写小说 他小团圆 写来写去就写两个人 一个就是类似于忽兰城这样一个男人 另外一个就是他妈妈 就是他父亲也不写 就这两个人是他真的care 在这个世界上的真的care 而且非常非常吊轨 我刚才讲 那个王安逸啊 非常厉害 平常他有时候像上海小市民一样讲话 可有一次吃饭 他就说了一句话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他就说张爱玲啊 他觉得他妈妈比他漂亮 所以他一辈子都在嫉妒 真的吗 这话渗透了 渗透了 后来仔细想想 非常对 他嫉妒他妈妈的风光 对 他很多方面在跟他妈妈较劲 他觉得他母爱不够 他在他妈妈的现代教育 他爸爸那套老的 实际上他受影响 他妈妈的现代教育 西方式的教育 使他自卑 但是另外有一层心理 有评论家说过 所有的女人都是同好 所有的女人都有进这 他跟他很少有人会这样看待 现代社会 甚至有人还不写出来 没有个作家公开承认说 女儿跟妈妈在较劲 然后他妈妈所有的男朋友 他写了十几个在小团圆里边 他都是恶狠狠地去讲他妈妈的这个不好 小脚还要到潜水湾游泳 你的脸都变了 什么什么 然后又把他妈妈讲得很漂亮 然后最后还要还钱 那个雷锋塔里边还特别有一段 你们记得吧 小团圆里面有一个细节 就是有一个教授送给他八百块 他把他八百块交给他妈妈 他妈妈把他堵掉了 输掉了 在小团圆里好像前后不知来龙去末吧 你在雷锋塔里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原来他妈妈呢 是怀疑他跟那个外国教授睡觉 才拿了这个钱 结果呢 他在洗澡的时候呢 他妈妈就进来 进来看他的身体 据说是可以看得出你是不是处女的 女儿这个耻辱啊 他就觉得他妈妈 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时 哪一个小女孩被妈妈看到身体 要这么愤怒呢 可是暗龄不是 他觉得他妈妈这样来看他 就怀疑他这个 为了他牺牲了身体 然后更重要的是 那个达雷琳女主角想 假如我是用身体换来的钱 你还这样堵掉 我就更不能接受了 所以这种母子关系 而且他妈妈 这母女关系太高端了 他妈妈跟他讲了很多关系性的话 他全记住 可是他实际上走的路 跟他妈妈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说这个 以身传言教啊 互相矛盾啊 当然我们看任何作家 而且那么重要的作家 看他父亲母亲 他童年啊 这是很重要的文学分尸的一个重点 甚至虽然他相对少提到他父亲 可是我们知道 父亲影响很大 父亲甚至他家族 李洪章家族 姓章家的家族 他后良啊 那真的 真的太多可以说了 可是 另外有一点 你看到他那种恐惧 他对人不信任 可是还有看出他的 记忆的混乱 这一点我蛮好奇的 不要把江爱玲所说的都当真的 因为比方说 子东刚不断提到小团圆啊 那是文学作品 对 没有 重点是他文学 他我们假设 他里面很真实的成分 他跟 呃 我们对比了其他材料 包括了湖南城的金生金事啊 等等 他们的那个口供不一样的 甚至江爱玲自己的口供不一样 比方 你倾向于更更多相信谁的口供 我举一个例子吧 因为人啊 可能是真可能是假 这个也跟金生金事无关 这个是说江爱玲晚年 好像是拿终身成奏掌 以前啊 写过一篇文章 就说自己 以前小学啊 参加真文比赛 那个叫西风世界 对对对 什么真文比赛 被人家不公平对待 本来是第一名 后来没有等等等等 后来评论家 包括包括 紫赛把他挖出来说 他记错了 挖出很多材料 没有啊 你记错啊 根本不是那回事啊 OK 那就是我们就想 对你好像那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你会记错呢 你这个人的性格 你对事情的理解是怎么样呢 那对爱情的关系种种都是 比方说 胡兰城的金生金事里面 说到 好 江爱玲跟他聊到上海 当时有一位姓金的 黄金的金的画家 他说嗯 他是最好的 最好的画家什么 江爱玲还写过几笔 称赞他的画 可是在小团圆里面呢 就说他太难了 太难的画家 我当时就看到他很难等等的 当然可能因为过了几十年 感觉印象都不一样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晚年的小团圆也好 雷锋塔也好 他是到了晚年 经历了那么多伤痛的张爱玲 重整他的记忆过去 那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混乱 多少的流区 他不单是重整 不单是重整记忆 而且他还是写文学作品 所以他虽然是用自己的材料 写文学作品 他归根结底 他是文学作品 所以他不是在跟胡兰城吵架 那不有点像曹雪芹吗 又是自己的 又是文学的 他有些地方啊 我觉得他是文学创造 比方说胡兰城自己啊 从来没觉得一个男的几个女的有什么问题 他自己说的一棵桃树 开很多桃花 他觉得很好 可是在小说里面 就把那个男的描写成在阳台上 呀爱两个人 痛苦啊 你知道这种描写就使得这个男的变得很叫人同情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胡兰城才不那么痛苦呢 不痛苦吗 对啊 我不相信 你没看今生今世啊 痛苦总是 胡兰城他有一大套的理论 就是说一个男的有不同的女的哈 他是完全胜利存账的 是可以接受的 他要是在张爱玲和那个小周之间 胡兰城的这个犹豫抉择连痛苦都没有 那这个人可就没人问 不不不不 他不能说他没有人问 他是用的是中国传统男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套观念 他说我们中国人的男女关系不是联系上帝的 你们两个都对 没错 我一晚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都引用胡兰城的话 我们就像天上两个什么星辰 遥遥相望 虽然永不见面 谁朋友 他还不单是小周呢 他还有范秀美呢 他后来还有那个那个那个黑手脑的那个老婆呢 胡兰城 不不不 这叫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那我刚说你们两位都对 我们又 我觉得我们又记住感觉可以不几种了 很多种同时存在 我觉得胡兰城是什么呢 会痛苦 可是很快就忘掉他的痛苦 就像他说张爱宁 他说爱宁 爱宁是容易感激 难于满足 很容易感激别人 人家帮他忙对他好 感激 感动 感谢 可是不容易满足 转头来要求更多 那怎么说呢 像胡兰城今生今世 他讲到他跟小护士小周 在一起的时候 他觉得隐隐约约 对不起爱宁 我觉得也是不该的 所以我就三天没找小周了 然后自己也很快乐 可是三天后又两人如常 当然他描述的非常漂亮 继续在一起 然后知道离开 之后他跟小周分开了 回去上海 离开南京 因为我跟张爱宁非常快乐 所以他不是没有痛苦 不是所谓的痛苦 就是说 不是他自己所说的 什么一个男人 几百个女人无所 对 他有挣扎 可是他转头又忘了 其实基本上还是精子的哲学 是在里面 我就觉得 我算是个业余读者 就是我的看法无足轻重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 就是我可能是个偏见 我认识了张爱玲 就觉得张爱玲很特别好 特别很喜欢 通过张爱玲认识了胡兰城 那么刚看到胡兰城的时候 真是惊为天人 我真是被胡兰城 蛊惑过一阵 觉得胡兰城 也真不是一般人 哪家是仙 对吧 好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到现在 我怎么对胡兰城的评价 就越来越低 但是我对张爱玲的评价 我越来越觉得张爱玲好 因为我觉得张爱玲 是我们河北人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他实在 你知道吗 这个胡兰城 这个讲实在话 就是要不然您太高了 我不懂 要不然我就是说那句话 我觉得讲话 讲得太漂亮了 这可能有时候 我就觉得 就说诚意过高 还是什么 就是有点事 我每次看胡兰城这个书 我怎么觉得这个男人说话 怎么说的那么漂亮 他真是这样吗 文章 我们举个例子 我完全同意你的感觉 像我看到胡兰城其中一段 他经常讲到中国文化 这样那样 他讲得很漂亮 他说我们中国人文化 是误我两汪 所以到最后的敌我也两汪 对 忘记了汪 我们住在上海南京 沦陷区的 也好像跟日本人 无格 没有 相隔 不关系 他说就像以前 皇帝可能是满洲人 天下还是汉人的 OK 那我看到这一段 好漂亮 写得很漂亮 我重看再重看 汉奸言论 可是我最主要是说 我不把这个标签了 我想说 真的两汪吗 假如活着那边 被日本人欺负 杀掉 有家人被日本人杀 你能两汪吗 对 就是说抽你一嘴吧 你不知道疼吗 就是你就 有时候说的话呀 比如说头领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兜风海什么换上老百姓的衣服 逃命 然后他就说 这叫直见性命 有些时候就真的 哎 是